请各位来宾求主 在此提醒各位来宾 请把手机关机或调制精英模式 以免干扰比赛的进行 同时在此也呼吁各位来宾 当变手自在发言时 请各位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掌声 以免影响变手发言 在此特别提醒双方教练 从中场提升环节以外 教练团演技在比赛进行过程中 对场上变手进行任何有声或无声之提示 发挥主席有权禁止 或纠正任何干扰比赛之行为 一心提成 比赛法有权扣除该对五致整体的三组 此外 基于公平原则 厂商变手经济使用 及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或厂商变手有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请立即将该设备 在于厂家的教练法或智能防防管 谢谢合作 各位来宾大家好 患者出席 由祖定香容易赞助 金银大学黄尔学会主办的第八届 金银飞亚洲中学关于变了公开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 顶住第八强的小组续环赛 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 康介领 旁边的特别是正版方的金石金分原子 苏加丽喜丘比尼 欢迎他们 接下来是让我们来订阅一下今天比赛的双方变手 右手边的是正版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雪尔和巴达的公教组 中学 一面 陈婉如 二面 曾伟平 中学 三面 周任英 中学 四面 中国中 一面 张树珊同学 二面 尤田宇同学 三面 曾伟 晏同学 四面 ажд解 not EN 当 侧 aire 征坦 决 本場比賽的大會評審 一位評審李柔真先生 他是馬來西亞大學賽季獻手 二位評審楊永招先生 他是觀看中華中學教練以及馬大前獻手 第三位評審何若林老師 他是法工師範大學教育措施 上海師東中學編論隊指導老師 感謝各位評審百合中抽空出席參與本次的賽會 歡迎你們 好 相信大家對比賽的順序相當了解 待會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比賽這場比賽 比賽評審是正方 打愛情中更應遣就對方 反方 打愛情中更應做自己 國重部比賽評審是正方 在反方 打愛情中更應遣就對方 反方 打愛情中更應遣就自己 不好意思 在反方 打愛情中更應做自己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 請正方一段 一步道講開 您的生活時間為四分鐘 即使將會與您開口發言後 開始計算 謝謝 愛情中指的是雙方 彼此深愛對方的過程 遣就 是銀河伴侶的信實性和 做自己是堅守立場和原則 國防領養標準有二 第一 面對矛盾 把何者視為首要考量 更能維持長久的愛情 二 沒有矛盾時 哪能讓我們在愛情中 成為更好的自己 國防論也有二 第一 面對矛盾 清楚對方才能化解衝突 更能維持一段美男的愛情 根據世界治理美佛心理事 饒詩薩迪亞的冰山理論 人類能不意識到的自己 只是猶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自己還不了解了觀點 渴望和期待 甚至是自己的核心和本質 都能被比喻成為 存在海底的冰山主題 這個理論解釋了 為什麼人類行為的興趣 口味 習慣 觀點 都會隨著年齡的階段而改變 簡單來說 有時候我們人連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 所以在現實中 我們不難發現 再虛妮的感情也出現不悔於分歧 在慢慢的愛情之路 你可能會疑惑 為什麼以前老婆不去小結 現在去斤斤計較 男朋友婚前要這樣以你為先 婚後卻把你淘在後面 因為人的生活型號會變 性格情緒會變 面對雙方意見不合 我們主張要磨合 抱著牽住對方的心態 換回思考 而商討最好的解決方案 面對困難與無助 辦理要願意妥協 然後矛盾才能化解和修復 因為要做自己的話 就要接受原則 矛盾沒有解決 反而會不會激化 僵持不下 導致一段案情常常以分手作為威脅 真的能夠維持一段美妨的案情嗎 看看現實 學王宗世民以打拳為生命 老婆卻要求她放棄拳擊 重視家庭 因為先救 老婆從強硬反對的態度 到最後妥協 讓她打最後一年 學王也因為老婆的讓步 而沉默 一年後她的重心會從拳擊轉為家庭 在雙方互相簽救以後 矛盾變成了共識 這才是能讓一段感情 繼續維持下去的遠動力 簽救對方是盡力讓矛盾化解 讓暗行得以延續 做自己秉持的態度 是遇到了矛盾 要嘛就是讓別人來迎合你 要嘛就一句 我們不適合 就能轉身走人 互相簽救的婚姻是天長地久 做自己的婚姻就是能看得成多久啊 因此 建築對方更應該 一二 在黑愛情中 建築幫你更能讓我們升華自己 提升自我的價值 愛是人世間最美好的心感 最擬人的渴望 愛是平等才會幸福 珍惜才會強求 在海裡她用愛情以前 都只是要考慮到自己 想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笑一笑自在 而在愛情裡 不存在於自我為重心 因為人生不是你一個人在過 而是你一個人一起走 在愛情中選擇遷就別人 就會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把情侶放在前面 考慮對方喜歡的是什麼 嘗試讓彼此都安心 范維吉本來不喜歡懶熟 為了遷就黑人 她開始太懶熟了 認識和融入對方的世界 黑人本來也不是天主教徒 也因為慢慢嘗試接納 宗教改造 他們兩人在愛情中 學習了互相體諒和接納 無疑讓他們成為了更好的自己 如果選擇做自己 泛泛和懶熟 不會扯上關係 黑人也不會融入泛泛 情成的家庭 沒有接納對方的一切的愛情裡 各做各的有什麼意義 因為在愛情中懂得了提救 我們學會為別人著想和提升 學會了包容和體諒 學會了理解量度和了解 因此在愛情中 我們想的是自己的愛情 對方或自己想的是自己的愛情可以破密碼 我們想的是我們的愛情可以破密碼 謝謝大家 謝謝正方一遍 請您留步 請大方二遍上台秩序 時間為兩分鐘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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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 先就你中的自己 零件 所以你的所謂的零件 必須有所改變 相機 也叫做先就可以 要有所改變 要改變 項低 妖准 要成空試 誰 你說包容和人 因為不瞭解自己 所以做自己根本 做自己和你的心虛會改變? 沒有,你告訴我,你剛才告訴我的問題是有些人幫助人不了解自己,所以做自己是可能做到的嗎? 不是,了解一點點,你了解一點點,因為你了解一點點,所以你的心虛會改變。 所以是可能做到,對不對? 可能做到什麼? 做自己在這個方面,因為你告訴我,幫助人根本不了解自己,那麼做自己要被做到的方式做什麼? 你幫了解自己和了解一點點,你要清楚做什麼概念 好的,所以做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對方在這裏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了解一點點也可以做到,你上邊有些我方的問題嗎? 了解了,你告訴我,全方不要打最後一年,太太要她馬上停車,對不對? 要她繼續打拳? 要她繼續打拳,請問一下,她的初衷是她不要她繼續打拳,可是她還是打了最後一年,請問她的初衷有沒有打到? 初衷?老婆的初衷? 她的初衷是要她馬上換下 對,告訴我,是馬上換下是誰? 親就對方的話,就可以老婆放下立場,而老公就選事裡面可以放下一場打拳 好,了解了,所以一方放下立場,一方還可以稍微堅持一下 好的,我要臨時的待命,你告訴我有什麼臨時的待命 你家暴打女老婆有爱情中啊 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行为的人 有什么用的可能 告诉你去家暴不能这样来谈 因为不在爱情中 所以爱情是完美的爱情 完全没有争执的 所以你还要多说 谈家暴的话 不可以 多自己就打老婆 请问你谈这样有意义吗 对 他是如果像你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 你放最极端的会 谢谢 谢谢 下来请马上路面车盾 从时间为四分钟 即使将会给你开口关以后 开始计算 请 谢谢 大家好 今天我帮你一场 会在爱情中 特别该注意 首先让我来 让刚才对方的几个缺点就是 达成共识只有在迁就才能做到 做自己这种难道做不到吗 又没有是想想 当两个人在做自己的时候 提出各自的意见 是主观和主观的意见的时候 并不是大男人和大女人主义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达成共识 协商 反正是一个结果呢 再来 对方可以有过场任我方家暴的例题 再者 我们来看看 家暴是为什么而行的 是不是一方做自己一方迁就对方呢 对方告诉我呢 是做自己才会保持家暴 那是不是让他太太一直在迁就丈夫 让他家暴于自己才会产生这种问题呢 好 我方对爱情的定义 与对方没有有一点不同 我方认为爱情应该经历 以下的阶段就是相知 相识 相爱 而且不应该欺负为了对方而改变 使自己成为对方的理想情人 我方认为爱情应该是美好的 双方爱的应该都是彼此的原始本质 问题来了 喜欢和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打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喜欢一朵花 你会摘下它 可是如果你爱那么花 你不会摘下它 你反而会交税 所以爱一个人不应该企图同化它 所以爱一个人不应该企图同化它 而应该爱攻击 接受对方的缺点并施定它 做自己并不是自私自利的底线 也并非满空的讲理 而是一种坚守不可渡让的原则和底线 不太多 今天我认为在爱情中更应该做自己 原因有二 第一 做自己能够使自己维持本心 做最真实的自己 因为在爱情中 从相知相识到相爱 另一半爱上的始终还是最初认识的自己 不见了这句话成了分手的倒裹线 为什么这句话会出现 就是因为双方开始把彼此改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情人 虽然本质初衷是为了对方而改变 可是到最后却失去了最初的真 做自己不会因为一句 因为爱情而在实上幸福的道路上 本质自己 第二 做自己能够更运较地找出问题 并解决问题 通过谈论双方意见的不同差异 万一之间得以经由良好的沟通 与协商而相互的交融 在爱情中 母方承认先就对方能够带来战事性的同格 这是因为双方已经避开了可能或正在面对的矛盾以及纠纷 但久而久之 先就的那一方才会发现 自己在已未迎合对方的过程中 曾渐渐地对自己原有的初衷和美质 而对千就所延缓的矛盾 有无数未经的账单 于是在最后忍无可忍 千无可见识计 一笔笔地被翻出来 造成不可闻灭的伤害 原本美好的爱情极可能因此而破裂 反之做自己可以在相处中大方占据所有 及到发现并试图解决二人关系所在的问题 做自己包括完善化之后 承担维系这个爱情的责任 不求改变对方 不求为对方而改变 只求为自己改变 这便是在爱情中做自己的最佳体验 谢谢 谢谢访问里面今天的留步 请就放三遍上台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 教育你好 你好 你是不是告诉我 因为我们迁就了 时常打我的老公 所以迁就对方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不是不应该是 我们应该要迁就对方 你是在家暴这里 是 求你这样子 我换一个角度来问你 那个正在打老公 我那个家暴的老公 他应不应该持续做自己呢 不是 对方没有意料 回到我 那个家暴的老公 应不应该秉持回自己的本质 继续打老婆 不应该 不应该 对不对 谢谢 所以在做自己还是迁就别人 都不应该谈坏的 因为谈坏的没有结果 第二 我问题是 请问你 你是不是告诉我 因为我们做自己的话 也是可以解决矛盾 因为主观和主观的认识 就会变成共识 对不对 谈出这些意见 但是也会变成共识 请问你 请问你 周世民恰恰好 他自己主观的意见 就是要打一辈子的拳 而他老婆主观的意见 就是要他现在立刻停止打拳 你告诉我 主观和主观的碰撞 怎样解决问题 所以他们才需要出来商谈 要商谈 请问你 要商谈是不是要 两方都要降低标准 不是 还商谈的前提是 你要告诉对方 你的标准在哪里才会 谢谢 所以你的知识 能够告诉对方 你的标准是什么 可是迁就对方 是降低标准 能够化解矛盾 所以化解矛盾的第一 规我方 请问你 你第一个论点 是不是告诉我 重体是维持自己的本性 因为他爱的都是原神之地 对不对 是 请问你 你告诉我 吵架是因为 到最后他改变了 变成 不是我喜欢的 对 一方一直迁就 另一方 另一方却不要迁就 请问你 所以我们说 今天我们谈一题是应该适当的迁就 而不是 只是一方面 一直做自己一方面迁就 这样子谈下去 我也可以讲述 你能做自己推倒出来的坏结果 所以这个不能谈 你第二个论点 是不是 你第二个论点 是不是告诉我 没有做自己 我们才能找出问题 然后迁就大持平衡 不能由主性解决王根 对 谢谢 谢谢正方三遍 下来请正方二遍果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计算 谢谢 今天教育有最大的错误 今天教育只告诉我们 做自己 做真实的自己 然后就开出了论点 可是他没有论证 第一 教育告诉我们 今天互相见迁就 是大方面的迁就而已 所以这时候 我们会给他迁就教育 教育开了一个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叫号 教育就告诉我们 这时候叫号 我们生为老婆 不会给他迁就 然后给他叫号 可是各位 爱情 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是两个一起活的 所以在爱情中 那个老公也应该要迁就老婆 老婆也应该迁就老公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达成共识 这样子的话 那个爱情才会 才不会 这样子不下 才不会加益下去 加号那例子里面 为什么 因为加号那例子里面 有一方面是做行 一方面是迁就 可是如果这时候 双方面的做行是这样 老婆就不要 是死都不要听那个老公 加号他 然后老公是死都要加号 这时候 只会二方的问题 可是双方面的迁就 老公会接 就会体谅老婆 老婆也会 迎人那个老公 由此可见 今天双方迁就 今天第二个人 之所以不能解决 原因是因为 双方迁就 可是双方迁就 真的能够 化解问题 第二 第二个人 告诉我们 做自己的 是最真实的自己 可是今天第二个人 根据那个美国心理学家 理论就告诉我们 人是跟这个年龄 而不改变的 顶博林巴士告诉我 在不断的改变的时候 我还是做回真实的自己 可是难不成 今天做了真实的自己 也要伴侣去喜欢上你吗 各位 今天人是会不断的改变 可能你刚刚选到伴侣的时候 你可能认为他 是个善良的人 可是人改变的后 他可能会变成更粗暴的人 没错 这还是要真实自己 也要是告诉真实的自己一遍 这时候 你刚刚不断的做自己 又要化解保顿 到时候还不是要有地方 放下 要不要去解决问题吗 就比如告诉我们 今天做真实的自己 才可以让互相了解吧 对不对 不放承认 可是今天你的爱情中 就是我知道 老婆是个怎样的人 老婆也知道 我是个怎样的人 可是我们说 这个爱情跟过世的人 有什么分别呢 是没有分别 是没有价值的 一个真正的爱情是怎样 一个真正的爱情 是在了解了 那个双 了解了你的伴侣够 有一尝试去和他一起走下去 有一尝试去 凝联合他的兴趣 尝试和他培养 他自己喜欢的兴趣 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范瑞琪跟黑人 不要不要 今天范瑞琪跟黑人 结果就是因为不想了解 后 范瑞琪选择了迁就 他选择去融入那个黑人的世界 他一起喜往上看篮球 黑人也同样融入了范瑞琪的世界 陪一起去教堂 这个 请问你 这时候凌方的做自己 有没有是让我们不想的认识对方 可是跟过程没有分别 我才是真正的学习 半论问题的关键点 第三 不要先告诉我们 做自己可以解决问题 不要没有坚持 很肤浅地告诉我们 并且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不要没有告诉我们 说出自己看法背后后 是怎样的解决问题 不要没有先开稿的时候 很好 告诉我们做自己等于 监守原则 请告诉我 为什么监守原则后 老公有它的原则 我记得原则 可是我们不想说出原则的时候 会有一段 突然逸场的 各位 突然逸场的前提 不是在于 有一方是要开始迁就 双方要放低标准 才能够达成共识吗 所以凌方今天是知道问题 为什么我放的是 解决问题更何去 第三 要不要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迁就对方会原理本职 可是今天 对方有原理我们自己的本职 上时之后又在哪里了 谢谢 谢谢正方二变 请您回顾 请反方三变 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对方 我有问确认一下 你说换位子 考试迁就有一种 当然了 那刚确认概念 改词要迁就有好 下一位 对方你刚刚说 我们负面的不惨 对 可是迁就会已经有不惨 您把监守告诉我们 不惨了 没有问题 你把监守告诉我们 变坏了怎么办 好像变坏了 改变自己 我们不要讨坏 可能从杀娘变到不同的价值 一定要坏 对方标 你刚才说的是坏我听得很清楚 他对方标也认为主观立场被原则理线 什么 主观立场等同原则理线吗 不是原则 主观立场 主观立场就是自己的立场 什么叫原则理线 就对方的例子来谈 拳王最后有没有继续打拳 嗯 最后他有没有拼击打拳 有啊 他原则理线就是他要打拳 最好打一年拳 他认为原则理线就是他不要再打拳 所以一年后 倒数让他打一年拳 改变一场 合作 适应 合作 适应 还有职业商 这一方面我没有办法的问题 主观立场 他这方面不要谈 练案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啊 所以今天我们加到例子 刚刚你说不谈 你现在又谈了 因为你帮他有网犯 我而已 除了自己网犯 我不是想 我反一场跟你解释一下 今天老公做自己 是这样说对不对 老婆遣救对方对不对 老婆遣救老公 旁边父母溺爱孩子 父母需不需要付起责任 我们今天谈的爱情不是亲戚 所以今天加到例子 一走做自己 遣救两者的危害是爱情可能 所以今天要谈 双方面谢谢他达成共识 好 最方便 五方再等确认你 今天你要维系的是长久爱情 而不是幸福爱情 幸福跟长久都要一起吗 爱情也不幸福也很幸福 最大别的一点在你 你对我加胖我忍让你 所以我们去长久维持下自己 一定我们都要不幸福 所以我们要幸福和长久 虚人概念不是长久 而是要幸福 同样方便 我们说这样做成 短暂的自己 所以更好自己 之类的样子 好 虚人对方概念 我们是要完善化自己 所以变化可能 并不可 好 明月谈恋 感谢 谢谢 谢谢 对方用了字眼 非常特别 但是他说可以化解问题 不能提出问题 请问下 如果你完全没有提出问题 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你方要谈称相对 对方要解谈称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就是你的爱情 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个儿子就告诉我 打我是不对的 或者是被打是不对的 我坦称相见的时候 做自己的时候 发现解决问题了没有 事前解决问题 而不需要等到你这样子 隐忍 爆发 忍的那个态度 不是人是人 告诉旁边 找到一点 等待一下 发现你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你用的字眼是 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你没有交代说 你隐忍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隐忍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拖延战术 所以你没有比较到 为什么我更快解决 当机第一段解决会更好 你告诉你 可能你可以论证说 他最多可以说 是可以冷静一下 可是不是解决问题 对方你等一下要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解决问题 然后你讲 全王不让立场 太太又不让立场 两边都僵持不下 我没有说完全不要前就 可以适当前就的 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 全王是不是有达到 自己要打那一年 太太是有达到 他最后不打了 他还是得到了自己初衷 想要达到的东西 了解没有 所以我不是说 你可以适当前就 可是在爱情长早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都要坚持原本的原则 不可以放下 如果以你的奖 你要放下的话 你要改 我们那里已经打成功识 一遍已经跟我打成功识了 是要改变 对不对 我们要改变的话 你不是放逼 可是先改 那个太太就讲 好吧 那你就一改 你就打吧 或者是那个太太就讲 你就打 或者是那个全王就讲 我要使命打 你只可以有这两种选择 了解意思吗 这个叫改 你那个对方 你那个对方可以讲 你叫做 适应 而不是 改变 或者迁就 你讲 你讲 要升华自己 非常好 不要想升华自己 你迁就对方 对方的你讲 你应该要 你应该要变成一个帅哥 你要变成一个美女好去整 然后他讲 你应该要变聪明去读书 不对 我就是 如果你不要坚持 你如果你是为你的爱情 去改变自己的话 然后你坚持 到最后的时候 出怪罪到讲 诶 如果我没有要浓胸 你跟我讲 你胸很想聚咯 我发现了 就不错 所以对方 你的爱情到最后的时候 就会互相怪罪讲 因为我为了迁就你 你告诉我 我应该这样做 所以我完善自己 可是 你把那个完善机 套回来我帮的时候 不一样了 你讲 我要变得好看 我努力去减肥 我是为了我自己 变美 不是怪罪讲 我会想说 你给我开的条件是变美 所以我才去变美的 不是 我会想说 我自己要变美 我自己要自我升华 不是 你方说不到 你方是告诉我 你签就一下 我要变成一个机器人 你觉得我应该要变超聪明 超美的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不去改变 然后到最后 你觉得不适合 就怪罪对方 所以这次拖延战术 谢谢 谢谢 你先放一边上台的词询 时间为两分钟 请问你,你放学的根据是改变,是改变而已对吧? 是有,一定要改变才有三十千块 请问你,我放根据的第一个叫你标准,我的标准还是这样,我现在改变成我的标准比较低,为什么不是改变成你标准? 之前有矛盾吗? 你的降低标准没有改变,你要本质 你要本质改变,你要改变 本质改变? 对 本来讲说你不可以打拳 跟你讲打拳的例子 请问你,我的初衷本来就是打完整四年的拳 我现在降低了我的标准 打最后一年的拳 请问你,我打拳依然一样 但是我的标准就是从打拳一辈子的拳到现在打最后一年的拳 你告诉我他的初衷没有改变 他的初衷是打到永远 所以初衷是打完永远 现在我降低了标准 现在只打最后一年的拳,初衷有改变 对方法是定理错误 好的,请问你,你是告诉我 因为如果我迁就他,我就会很累 全部都随忍 因为你觉得很累 好,请问你 你一方觉得痛苦 是不是因为你另外一方在做自己一直要求你要清除 对方 不是,对方签就你 是因为你一直要迎合他的要求 对,迎合他的要求 他也要你迎合他的要求 是,你已经承认了 一方面签就,而一方面做自己无法比较达的可取 好的,请问你 如果我有时候迎合你的要求 你有时候迎合我的要求 互相签就的概念,为什么不可取? 对啊,互相签就 对啊,互相签就 所以,你一方的类似一位大方面的签就 而不是因为互相签就的概念 对方的标准 互相签就的概念 互相签就不能解决 好,我告诉你为什么 请问你,为什么签就对方降低了标准 真的同意,我是在迎人 你自己告诉我,你才赢人 你要问是为什么赢人 因为你只是 我只是理性的 我把外言引起话 你正在变成反应 你变成反应 在比场上变成在讨论时 讨论时,控制肢业增加以免影响,好像变成发言 下来请反发三遍所论,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交易于赛口发言后,开始计算,留情 谢谢,对方有三个错误 第一,对方告诉我们的是,对方一直在和我们谈的是单方面的迁就而已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推导出来的错误结果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的迁就,我们就会有隐忍 父母家抱孩子,父母家抱孩子,老公打老公,这种问题是长久性的不能解决 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谈单方面的迁就 因为如果对方要告诉我们,老公打老婆是因为老婆迁就老公带来的结果 我帮你今天告诉大家,那是因为老公坚持做自己,而是持续打老婆 所以带来的是错误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单方面的迁就和单方面的做自己是不能够谈的 我们告诉大家今天,应该谈的标准,正确的标准是什么? 是应该谈的是,当我们双方面的迁就,或者是双方面的做自己的时候 会不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双方面的做,我看一个例子 就比如,老公想要老婆出去爬山,可是老婆想待在家里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双方面都做自己的话 到最后就只会老公坚持要带老公一起去爬山 但是老婆坚持要跟老公一起待在家里 这个时候,矛盾要怎么化解呢?不能嘛 所以我告诉大家,唯有双方面的迁就 这一次可能我陪你去爬山,可是下一次你必须陪我在家里 这个时候,矛盾才能够迎刃而解,才能够解决 而这个时候,对方就告诉我们说,这种迁就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一直忍下去,到最后有一天 还是会继续在心里,那种怨恨,还是会爆发 可是我们告诉大家,爆发的关键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有一天,那个人不想要再迁就,他想要做自己呢?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即使是过不会爆发,也是做自己会导致的 所以这个是对方的概念错误 第二,对方告诉我们的是 对方告诉我们在全王宙斯明的例子里面,他只要还有党权 他就是在做自己,可是我们告诉大家错,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迁,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迁就 对方,不是摒弃完自己所有的标准 而是从本来我有十条标准,可是现在,我降低了我的标准 我变成只有九条标准,真的也叫迁就 所以对方不能告诉我们,因为宙斯明,从本来要打印月子的权 可是他到时候,只是成为老婆好了,我打印也就算了 他降低了标准,因此对方不能告诉我们正在做自己 这个是双重的概念错误,第三 对方告诉我们的是,提出 对方告诉我们,做自己可以提出问题 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提出问题,你要怎样解决问题呢? 可是我们告诉大家,前提不是关键 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他们在提出问题后,正式到了有矛盾 到底是谁在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 第二,我们告诉大家,是迁就 没有迁就,我们才可以降低标准 聚意和别人达成共识,互相协商,犯罪思考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没有迁就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 谢谢,谢谢 谢谢阐方二辩,再次提醒场上辩手几位来宾 请在讨论的时候,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量 以免影响其他辩手发言 现在有请正方一面上台秩序,时间为两分钟 好,时间有请正方,麻烦一边上台秩序,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你今天要变好,好像想给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维持一个爱情和幸福的话,你是不是要贯彻时钟 牵着自己的东西,贯彻时钟做自己的东西 是要贯彻时钟,不讲迁就,再施导问 我问你的是,是不是要贯彻时钟做其中的东西 你要问这为什么贯彻其中的做自己对解决矛盾 不是,我在问你是不是应该要贯彻时钟的迁就 还是贯彻时钟做自己的东西 意思是,因为你对方会分开,是因为你们发现不了你的迁就 随到这样做自己的声音,就是会上你吵架 然后你认为,是这样一直吵架 对啊,所以是做自己带来的吵架 所以对方可以有你的迁就对方,到底可以忍多久 迁就对方,我不想认证可以忍多久 我想认证是,当你每一次遇到矛盾的时候 你都迁就,就可以解决矛盾 你都迁就,你要怎么都迁就到你一段来的 到你老死为止 对啊,没有,我只需要给你们知道他有成效 对啊,我只需要给你们做还怎样做 对啊,我们提到的就是前提不是关键 对啊,对啊,所以你不需要提出问题 那你就只要解决对方,对啊 我不是,我告诉你前提不然好,可是他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好像爱迪神志发明都不能关键 可是他妈妈不是关键啊 这样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关键 所以,你说前提不是关键 而且我们不需要解决问题,我觉得因为解决对方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有一个爱情商的问题 不要给人道理,我说需要 就是他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啊,好,这个邪伤 邪伤 啊,邪伤 你只能前提对方做到吗? 对,做自己做不到 前提对方他怎么是邪伤 前提对方我们画为思考 然后互相降低标准 啊,你达成故事 所以做自己也可以画为思考 不能因为做自己是接手立场 接手立场人是不会降低立场的 接手立场,然后你前提对方又接手立场是降低标准 整个动革子也要提出自己是接手立场 前提对方是可以降低立场 两者是反实上是负一场 那些原则都不会有洞出 对,对 就是你不会负买的原则 它就会很葬礼 对,是坏的 坏的,坏的不谈 谢谢 最后有请反方三遍 不好意思,最后有请反方三遍 我论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太口发言后,开始计算 有请 这场面都不难 因为有些事情,对方不要 明明搞清楚了,共识却又一直谈 我们说单方面不谈 正方也说单方面不谈 可是他却说我方再说单方面 好像是他丢油花,好笑吗 而我方说了,今天立场 不等同原则底线 主观立场跟原则底线是这样的 结果想继续打钱 是我的原则底线,结果想打几年 这是我主观立场 大家有理解这个概念吗 对方是好私不理解 还有对方便有说 今天我们一直迁就,一直迁就,一直迁就 结果人就好像一个容器 你知道吗,会满的 人有底线 如果你的迁就好问题 一直像水一样灌进容器里 最后会怎样,爆开来 最后那水满出来 而对方便有说 把这个责任坏在做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为什么问对方 我们需不需要观测时钟 就是我们要迁就,所以一直迁就 为什么今天问题爆发的时候 对方说那一点上我们是做自己 所以做自己的错 不是迁就的错 后方说不是,今天做自己 你是把每一本账算好 这样你何来就账可翻 对吧 你何来点可爆发 你何来导火线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你都提到了 何谓忍不可忍,迁不可迁 你已经迁就他迁到你忍不下去了 就好像你今天觉得要人苦 你含在嘴巴里面 你已经咽不下去甚至做偶了 明白这些概念吗? 还有对方便有 您说迁就是爽向 这是爽黄的东西 做自己何尝不是爽向 今天你做你自己,我做我自己 很高兴说 当你受到教育意识是做好自己的时候 你也会让对方做好自己 怎么会今天你不想爬山 我就是要你爬中管理出生 你不会 有反射的概念吗?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 我们的观念是做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会尊重对方做自己的意愿 所以做自己很爽向的概念 对方便有要反射出 他对方便有说 降低 降低主管立场 原则体现到底感变没有 没有 今天不是他不在哪旋了 而是他在他的主管立场上面 做了一些修正的探索 就是我方说的 我们两个人坦诚向对手 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 然后互相合作 互相适应 互相协商 换位思考 不是前就的准利 因为对方便有都承认到 迁就修改才算 也就是说今天换位思考过后 我们到底选择各自做自己 做好自己 还是 迁就对方 才是今天决定的关键 而不是换位思考 就是前就的 的 的专利 然后只要有换位思考 就是前就战胜了 这一点对方便 我们也要讲清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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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心的时候会勉强吗 自然的开心 自然的开心 会勉强 我会勉强 对不对 当你爸爸和你妈妈笑的时候 你爸爸会勉强吗 爸爸和你妈妈开心的时候 不会勉强 对不对 我完全不知道 怎样回答你这个 我敢回答是因为 你他判电路我方的陷阱 对不对 他到妈妈开心 对不对 我问你什么 爸爸看妈妈笑 会不会开心 就会开心 所以我说 请问你 请问你今天 如果我的妈妈 代表 如果你的爸爸本来会骂煮饭 可是看妈妈很累 先救你妈妈 跟她一起去那边吃饭 所以你就是妈妈很开心吗 本来就不用总煮饭 不要用煮饭 会开心吗 妈妈会开心 所以老师谢谢 所以爸爸把妈妈开心的时候 他自己也会开心 是会勉强 明方 不看现实吧 开心是原理 对 我回答 对 你这样子也没有回答 全你 你告诉我 不是告诉我 前就等于直接改变 对不对 他开心原字吗 老师告诉我 前就等于开心 来一只来一只 前就等于 每天走 不是改变 前就太最重 对 前就是不是改变了 对 前就是不是改变了 前就是不是改变了 所以前就不是改变 因为变没有勇敢 所以前就不是改变 所以前就不是改变 以后我拿成共识 就要有多改变 今天我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这时候妈妈讲 要我多赔她一点 这时候我前就对 前就妈妈是这样的改变 降低主观立场 谢谢 所以从原本里 看变都变到两天变都 这个还是前就 请问你 为什么我们本来要前变 变两天变都 这还不是前就妈妈 解释 给你解释 到时点完解释 好 先解释 看妈妈 不用换 不要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总结了 竟然对面 切进会跟她 你直接改变 感受 很高兴 是吗 谢谢 谢谢 在记住 眉相机的试园面前 现在将是两分钟教练 变手机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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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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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先救对方就是由内而外的去接受对方,隐忍在哪里? 对方没有接受,对方都是在做自己,先救不是在接受。 对方没有刚才丢给我们的一个开始是我要举证为什么隐忍就不会成就。 对方没有,你可以自己解释一下吗? 因为这个地场是你丢出来的,我们是合理执行,可是你需要我们举证,请解释。 请问你,如果你的迁就会隐忍,会爆发,是不是因为你的理智告诉你,你要迁就,你的心理还想要做自己。 对不对,是不是说因为人是会爆发的,因为你会积累才会爆发的吗? 对,对,就是要积累,爆发积累,之所以会爆发,是不是因为有一天你心理突然想要做自己呢? 不对,所以看到没有,我们做保护自己就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一直做自己,从一开始做自己当机,另外解决问题难道不是更好吗? 不会但然后认证,所以我想就不能ino know,我确实有一个 tentar做自己干扭需要你快 但是因为新的事例都没关系。 没有想让你 Zacich are going to the point of легко gico。 不要 Know what I'm saying,可是我身体不能声ism,我需要不动 That Ryan is going to go there, 似乎你知道都是新的习惯什么吗? 是因为キmentation time for this much access movement 最起来协计赚俺要 Noah to go bamble,就可以飯år比赚,对不对? 所以可见不明 已不想到持组就是说就是说欸斯文 Day is a book 管轮功的原因是 Rise Up into Noting pemble,是 notes ok 这个问题是 Interesting than what you did 最起来的 That future program will issue a bit is 是算账 今天我把算账一丢清楚 就没有就这样就不会爆发 你要知道 我们所谓的贯彻始终 你要知道 你把水一直挂进去 人的融质有容量 它不能撑出来 要没有爱情 不是钱好不好 什么叫算账什么的 只要由内而外 你就不会算账 只要你做自己 你就会把你去想要坚持己见 这边有回答我了 因为做自己 公说公有零 婆说公有零 到时候我认为他了 我带你怎样解决 我都没有回答 不好意思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怎么要迁就这个点 来解决问题 他没有提出 迁就的方法 就在于 任达华就持续外地的工作 老婆也允许他 在本地上的工作 迁就对方 是不是你能够解决问题呢 就是 他是他自己底线里面 做出这个 会让人妥协 是不是你就是这样子呢 这边有不要胡乱 口话概念 任达华本来的立场 就是想要一直做 以事业为重 老婆的立场 本来就是要 只是以家庭为重 所以我想 他两个人降低标准 达成一个平衡点 为什么不释迁就在 如果没有一个女事业为重 一个女家庭为重 到最后三人 然后不可以在外地排斥 他还在本地排斥 他是不是有达到他的初衷 是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不做自己 为什么不来 他的初衷就是要向海外发展 在外地拍多点戏 可是现在 他从外地回来的 回来的本地 为什么标准上的降低 为什么不释迁就 他会告诉我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的标准 是什么 是提前告诉你 坦诚相对 做自己的时候 才会解雷到中文 你把你老师告诉我 他在做脸还是自己 你一定告诉我 他还是自己 可是他选择你想 是退让老婆 才去达成的共识 你这么没有回答 如果真的是做自己的话 他原本是不听老婆话 老婆也死都要他 在家里做工 在家里陪他 请告诉我 做自己不可能解决好事 我们很早很早就已经提了 我们双方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我们要提出观点 我们鞋商找出的观点 并不是迁就对方的专利 再来问对方 刚才对方解决一个例子 是今天我要去爬山 今天老公要去爬山 所以老婆要在家里休息 所以下一次就 一定要陪我去爬山 还是一定要陪我去 在家里休息 是不是对方的互相迁就 是必须要互相迁就 你看 一方的做自己 只是提出问题而已 可是关键在于 过后我可以接受对方 降低我的标准 从而化解矛盾 所以你放 几方有可取性 请问你呢 如果你一直要我爬山 你又一直要我去游泳 请问你 极化矛盾为什么应该 为什么 必然会极化矛盾 你告诉我不要极端认证 肯定有极端认证 我发愿 极端认证 我只是告诉你也是 因为他们双方都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要爬山的人 就一定要去爬山 要游泳的人 就一定要去游泳 如果他们不讲不脆认的话 为什么可以解决矛盾 我方已经说了 今天做自己也是双向 我做自己的时候 我也会尊重你 做好你的自己 我为什么会强迫你去游泳 你为什么会强迫我去爬山 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这么逻辑 是不是在告诉我 你的做自己是想要迁就别人 这样做自己 他迁就别人有什么分别 对对方 你的签就是互相 今天你就有游泳 你可以爬山 互相 可是我方说自己也是互相 你要去游泳 你去游啊 我要去爬山 对方不要 你看 你看 你方的爱情是 你要去游泳 你就去游泳 你要去爬山 你就去爬 爱情里 各种各的 跟陌路人 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你的爱情里面 只有你的爱人 什么都没有辣 没有杀 没有水 什么都没有辣 有 谁都没有这些东西 只要跟爱人一起做事 才可以达到爱情的本 是不是 我不是记忆说 还不如图这样 中国有一对80后的情侣 因为做爱和喜欢的责任 分配有分析 结果互相要做自己 不能够化解法队 问我为什么应该 他们就是一在营人 一个一直在喜欢 一个在做什么 我忘了 对方便 我想告诉你的概念是 我会注重对方做好他的自己 然后各自做自己的同时 互相适应以及合作 你对方 你不能强迫性地逼你的伴侣 一直去陪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做一个条件交换 这不是爱情 这是交易 对方想要那么一所大人的前提 问题是老婆认为老公应该喜欢 老公认为老婆应该喜欢 这个时候他们互相提出问题 怎样怎样可以达到合作 所以看到没有 对方还是没有明白 我们做自己的概念 做自己是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意愿 所以你不会去抢求对方来迁就自己 迁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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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要跟输入自己 为什么会放不出来 对方的意愿就是要你喜欢 请问你 当面对双方的意愿都有冲突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靠化解 靠迁就对方的这样的标准 让你喜欢 你一天喜欢我一天喜欢 来解决矛盾 所以看到没有 你也会告诉我们 做自己是要互相 所以当对方 对方也会懂做自己的时候 他们也会尊重我们 是不想喜欢 所以我们只能在对自己的 接受范围里面 找二折中 而不像零方术的 一直去迎合对方 对方没有任何被出众的 前提是在于 他本来没有立场 位置还是请问你 位置在有立场的情况底下 做自己就是不会互相尊重 迁就才会去尝试对方 请告诉我 就活在立场里面 还是果反得重 对方前提是对方 为什么尊重就等于迁就对方 为什么包容体谅 就不等于迁就对方 做自己可以 请问你 请问你 我们说会有毛布的时候 因为当我秉持的立场 和你秉持的立场不要 为什么你的做自己 突然间会变成 可以包容被体谅 看到没有对方 你的迁就是包伤包他人 迁就会让佛贼 全部都是零方 请问做自己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是 接受立场就这么简单而已 由之可见 在做自己的时候 不可能突然立场 是不能达到爱情的本尊 请告诉我 范瑞希跟迁人 愿互相迁就 互相迎合对方 对方的兴趣 有什么问题 想凭我方 对方便有 你的做自己的定义 是我行我是自私自利 这点可取吗 不可取 还要提出主观原则 概念底线 是我方专一 对方便有你也认合了 还有对方便有 今天我们在配合的时候 我们是去完善化自己 去迎合 去配合对方 而不是对方便有您说的 你要求对方迎合自己 之前就想不想才会产生概念 我方当然没有说 你的做自己是自私自利 我方说 你确实坚守立场而已 尊重 教徒的标准 我在群里和你 请问你做自己有怎么尊重呢 我方说你也是坚守原则底线 是不可阻碍底线 而不是原则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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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原则底线 所以是可以换位 因为在原则之上 是可以换的 对啊 他的原则底线 就是要做 所以我提问你 他的原则底线 就是要老婆陪他 一起做他要做的事 老婆的底线 就是要老婆陪他 为什么他们的原则底线 这个时候坚持 坚持自己的一场 是可以多让底线 为什么对方不要 一直拿他 一直架在我房子上 在我房子做自己 相互做自己 你根本就会要求对方 跟从你自己 这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样对方 结果你没有 所以因为做自己 是会要求对方 跟从你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老婆也自己做自己的 就是迁就话 你会主动的去帮助 你会主动的去 去迎合对方 请告诉我 为什么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主动去迎合对方 还不是来的 价值更高 为什么迁就必然会主动 因为既然你要迁就话 是等到问题爆发的时候 你才去迁就 等到不叫主动 那叫被动 你点了一听见吗 谢谢双方变手 比赛进入最后个 总结层次的阶段 进行反方四面以后 中央奖牌 整个总结时间为五分钟 即时将会与零开口 欢迎后 开始计算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对方没有看出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在选择迁就对方 迁就对方做自己的两种 文不合作一 标准就是 我们要以长久爱情为情 但是看到没有 我方告诉你一方 告诉你一方 幸福的爱情才是更重要的 为什么 为什么长久爱情不重要 看一下对方对方的意思 对方第一个点 就告诉我们说 迁就对方能够化解冲 但是看到没有 迁就对方 你只能 你暂时进行而去平和对方 迁就 你放弃进行而选择 去选择对方所需要的 你是在平和对方的选择 所以当你进行另外一方的时候 你只是暂时进行 点滑之后 问题而划作 对 你的确让对方 双方冷静下来 但是看到没有 我们在这种情况当中 我们只是大了时间和空间 但是 在这个同时 我们把对方 我们把怨恨 埋怨全部都埋在底下 对方告诉我们 像所谓的爱情场景 就是我们要一直 一直牵住下去 但我们在一直牵住下去 我们的怨恨 我们的怨恨 是不是变满 越深 到最后 当我们会爆发社 是不是因为你一开始 就没有做自己呢 相比之下 当我们做自己的概念 是什么 我们做自己一开始 当我们发现问题 我们就开证 坦纯地把这个问题 推出来告诉大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自己的接受范围 寻找一个折衷方案 就如人达花的例子 他的初衷就是要以事业为重 所以以事业为重 为什么不可以在本地发展 看到没有 到最后 他回到本地发展的时候 他还是拼了事业 他老婆还是完成了 所以这两个都在他们的接受范围 这个有哪里叫做迁就 迁就对方 你如果按名划罗基 迁就对方 在这个例子里面 应该是 人达花 放弃的事业 去更顾家 所以看到没有 为什么做自己的例子 不是很可取 做自己的概念 是什么 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里面 舒服的做自己 坚持自己的立场 也保有自己的优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能 我们就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到最后 我们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 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或者什么吵架的发生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提出 记账和算账一个问题 看到没有 当我们在做自己的情况下 我们有什么问题 立即来解决 而不向对方向 我们只是写的好 对方告诉我们 说什么 迁就对方是转在手 我们可以心甘情味 你内向外 但是我们告诉对方 爱情这么多个简单 刚开始爱情非常甜蜜 你可以很忙碌的 当时你觉得 OK 看他还笑我就开心 然后不是你 过多少年 我会发现 你会发现 我为了你放弃我实验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填究自己的 填究对方的闭关所在 因为短暂性 你短暂性的盲目 你短闭了自己的双眼 你可以暂时抛弃自己的欲望 但是长久之后 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我们自己迷失自己 原先的轨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要 做自己 在各自的轨道下 插出各自的火花 保有自己连线 有点 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做自己 提倡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今天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 如果双方都在做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懂得去尊重双方的意愿 因为我们都想 我们都希望双方可以做自己 在做自己的情况下 我们的冷角可以互相磨平 然后做一个可以舒服做自己的爱情的情况下 而不像对方所说的 有什么事情 我就不喜欢用 我还要陪你去游 在这种情况下 我常常可以去游 我看到你游泳 游得很开心 我可以短暂很开心 游泳很累 我一点也不需要游泳 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子的价值观 然后真的可取吗 与其说向一方的前就 前就对方 为什么要向我方做自己 我说我不喜欢你游泳 对不起 你可以早期让你陪你去游泳 我想去爬山 因为爬山对方来说是更好的 你要来跟我爬山也可以 不要来我也不建议 因为看到没有见 对方一直把一个肚很大帽子 扣在我方身上 就告诉对方说 做自己就是事实之理 做自己就是需要对方迎合这个要求 可是这个是只有迁就对方 迁就对方的一个人才会有这样的概念 当你迁就对方的时候 你会希望对方去来迎合自己 因为当你在迎合别人的时候 你会希望我迎合了你 我满足 你会说你不可以满足 看到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迁就对方才是一个自私自立的行为 而反观我方 我们做自己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当而 我们维持好自己的贫责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做自己不是更何局呢 再来我们看一下 爱情是一个长逃 是一个路线 而对方如果为了只是一辈的 为了长久 而不是为了 而埋藏了自己心中的不满的话 我们没有贯彻始终能迁就对方的时候 当我们到最终于爆发的时候 问题又会变得越来越大 雪球越苦越大 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做自己 解决好这个问题 双方都不再有矛盾呢 看到没有 我们今天爱情 我们今天价值观是什么 在爱情中 大家的定位是平等的 我们没有 没有 没有要为了 任何一方的需求去迎头 对吧 我们要最舒服的做自己 做好自己 才是我们做自己 加油 价值观 谢谢 谢谢韩方思辨 至最后有请正方思辨一部 中央讲台 您的主节时间 同样为5观钟 至时将语尼开口话以后 开始计算 有请 其实今天是非常清楚 那么我迁就带来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为什么会带来的问题 第一个 最常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迁就 到过来我们终于马远 为什么对方每次都要我迁就 可是各位 这个问题会出现是什么 是当一个人当他面迁就 一个人去坚确 坚持做自己 不愿意为对方改变 这些时候 才会引来的问题 所以我方从不到尾 我们提倡的价值 是要互相迁就 我们愿意为了我们的幸福 我们愿意互相改变 互相放下之段 去找到一个 挂解矛盾的可能性的时候 如果两人都会平等的 为对方付出 为什么到后来还会埋怨 因为对方没有为我付出呢 第二个 对方认为迁就的问题在于 因为我们如果表面上 我们迁就别人 我们就会坚持我们的怨恨 到后来有一天就会爆发 可是各位 我们今天要谈个公平的平台 不是要比较什么 我们要比较是 你心里的做自己 还有表面的做自己 还有你心里的欠借 还有你表面的欠借 比较是这样谈才有意义 所以对方所谓的 会有怨恨的基因 会基因那个怨恨的原因是在于哪里 是当我的理智 我告诉你 为了爱情的责任 我应该平衡 你应该放下我的标准的时候 可是我心里却不愿意 放下我本来的标准 我心里却还想要秉持我的标准 我心里却还想要做自己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谈对方想的所有问题 全部都源自于对方心里的想要做自己 如果今天在爱情中 我们愿意从心中 由内而外的去迎合对方说 我方告诉大家 是完全不可能有对方所谓的那种 追击怨恨 到后来会爆发的这种可能性 第二点 对方告诉我们 今天做自己也同样可以互相抹合 可是各位 我们今天讲做自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 而当我们要互相抹合的时候 是什么人一样之后 是当我们发现我的立场和你的立场不同 我秉持的观念和你秉持的观念是不同的时候 如果今天你还坚持你的立场 我们的观念永远不同的时候 对方要怎样互相抹合 而我们今天所要互相抹合的概念 是要怎样得来的 直到我愿意放下我本来的标准 像对方所谓的那样 我愿意回忆不合理写上来找到这个 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对方便有这样提醒的标准 为什么不是我方的解决带来的呢 各位 所以我方今天才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要爱情的长久 不要美满 我们应该的是更在乎自己 只见识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是更在乎我们的感情 更在乎我们的双方快乐 今天对方想要做自己 不然是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自己很快乐 可是这个爱情有意义吗 你只是两个人活在不同的世界而已 而我方的解决就是什么 我们一起做我们共同喜爱的东西 我迎合你和你做喜爱的东西 你也迎合我和我做一起喜爱的东西 从个人的快乐 我们在爱情中 找到了双方的快乐中 为什么这个才不是体现出爱情的真理呢 各位 我们也许以为 刚开始我们也许会以为爱情是一种语气 我们以为爱情是要找到一个 和我们完全相同 要找到一个可以包容 接受我们一切的人 可是我发现在这里告诉你什么 爱情其实是一种能力 爱情找的就是 在两个不相同的人相同 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要懂得要怎样互相 磨和互相迎合来 来达到一个共识 来达到一个共识 如果今天对方在爱情中 还坚持说自己的话 无妨可以大展地告诉各位 这个爱情不会长久 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没有人是完全相同的 小字之鞋 大字生活原则 我们都会有冲突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告诉大家 爱情的真理 从来不是找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爱情的真理 是在于找到一个 一个可以把你的缺点 看成优点 可以接受你的瑕疵的人 其实爱情就是 其实爱情就是像两半圆形 我们从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没有要找到一个一百分的人 我们要找的就是我有五十分 而同意的 我可以找到一个愿意为我放下十分 愿意和我互补的五十分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形成一个圆满的爱情 而形成圆满的爱情的关键 就是在于国防的迁就 国防可以暂时妥结 暂时放下十分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为了我们共同的爱情 和愤怒的时候 如果今天对方在爱情中 还想要坚持着自己的话 无妨只能告诉大家 谈恋爱这个东西 不适合你 谢谢 何若林老师 投选反方 反方 所以第一轮印象票总结成绩为 正方两票 反方一票 正方暂时以两票比一票领先 现在公布本场赛事的最佳变手的候选人 由于出现同关情况 所以这场赛事共有五个最佳变手 分别为 正方一变 正方二变 正方三变 几百方四变 几百方四变 下来有请评审进行公开访讨论 时间为十五分钟 有请 作为一场比赛要先讲 这个今天我看到一场很好的比赛 虽然我把印象票投给反方 但我承认正方是一支很好的队伍 你们和反方一起打的一场很好的比赛 虽然这个比赛当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彼此在沟通 就双方在沟通交风和解决双方分歧上面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问题 但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好的比赛 这场比赛好的第一个地方是正方在自己的两个架构里面 包括这个邹世民和他希子的这个案例 这个黑人和反反的这个案例当中 对于应该迁就这个案例 就是从你们自己的架构里面去做到的资源 其说这我是认可的 反方在前半程 就是自由变论开始之前 我认为正方是控制了场面 在反方的前半程 我听到了个别的几句这个还不太让我理解的内容 你们你们你们在前半程没有把这几句话让我理解你想说什么意思 这几句话我相信正方恐怕也没有太在意 没有理解反方想说什么意思 反方说的第一句话叫做完善自己 这个做自己是做完善的自己 就是我要改变不是我因为你的要求而让我改变 而是我自己认为我这样变会更好 一开始我没太理解 反方在这个点提出这样的话是想做什么事情 反方在前半程说的第二句话也没太让我完全理解的是 做自己也尊重对方做自己 正方要求在不是一方迁就 一方做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进行比较 我认可 反方也同意我这样的比较 所以就变成了双方各拿一个视角或者各拿一种相处模式 来去比哪一种相处模式更有利于在我们的爱情当中去维持爱情也好 或者去进行相处也好 正方给出来的方案叫做迁就 反方给出来的方案是两边都不断的完善自己 然后比赛进行到自由被论阶段以后呢 这个反方讲一个点 我不太清楚正方有没有get到这个点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理解 反方说你接受对方不是迁就 接受对方是做自己 就是正方就在我开始理解到反方一开始讲的 做自己也尊重对方做自己的意思 他想说的是正方你讲的迁就 恐怕是要突破自己原则底线的那些才叫做迁就 如果是没有突破自己底线 比方说周世民原先是要打一辈子拳 他现在打一年的拳也能接受 在这个层面叫不叫迁就呢 从我的心证来讲 我觉得这叫迁就 这叫不叫做自己呢 这也叫做自己 他能接受 所以他做了真实的自己 这是他接受的 不是他不接受的 不是他明年讲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他统议他的妻子说我再打一年拳 这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主观选择 不是他被迫只打一年拳 所以周世民的火鞋 既有迁就的成分 也有做自己的成分 那么在这里利益归谁 就很难讲 所以反方在后续提到的是 如果这一块很难讨论清楚 那反方要求正方做的是 如果我的底线和你的要求 发生了冲突 那我应不应该突破我的底线 为了你而去改变 是以自己的底线为 为基准 还是以对方的要求为基准 反方认为谁都不欠谁 因为一旦出卖了自己的底线 超越了自己的底线 可不可以做呢 可以做 但会怎么样呢 会记诈 不超越自己的底线 我为你进行了妥协 不记诈 超越自己的底线 我为你妥协 要记诈 所以反方认为 这条底线 不应该超越 但凡在底线里面呢 这是做自己和迁就并存的情况 这是反方最后讲到说 我终于在反方最后结变的时候 把你们整个的想想讲 这个东西给原来 但是我这里依然接受正方你讲的 就是上面并存的那个地方 可以叫迁就 我依然认同你们 就是周世民的那个叫不叫迁就 我认同叫迁就 只不过我也认同 那个也叫做自己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有点期待 当反方四变 讲到那个 就是之前你们看了 当中在自由论论的时候 讨论过爬山和在家 这样的问题 这个 反方的想法是说 你去爬山 就我在家 正方不太接受这样的观念 坦白讲 我也不那么接受这样的观念 但是如果 作为情侣的两个人 他们之间能接受 我外人接受不接受 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如果他们自己相处的两个人 能接受这种模式 他觉得你喜欢去爬山 你找你 志同道合的这些人去爬山 我想在家里面 保电话之后 或者说这个其实都可以 那如果那两个人能接受 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没有发生问题 那你何必勉强对方 去让渡自己的底线 做突破自己底线的事情呢 这是反方的意思 所以说我觉得正方的同学 就是你们可能 就是说在我看来 可能要去聆听和理解对方真正的意图 而不是用自己想象的对方的意图 去给评委造一个对方是这个意思 然后是把他打倒 正反双方的立场 辩论的正反双方 本来就都有各自合理之处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辩论的双方 最终要去解决掉的是对方合理的那个部分 你最终要去解决掉的是对方合理的那个部分 如果对方那个合理的部分 到了比赛结束的那一刻 依然放在那边 没有被解决掉 你们的优势是不确定的 你们的优势是不确定的 只能是看评委更接受哪方 依然剩下来的那个合理的部分 所以我有点期待正方四面 最后用你们那个迁就的价值 去把对方那个彼此让渡的 就是彼此各自做自己 然后维持一种平衡的价值跟比下去 就有点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更多新的东西 就是你建立在对方那个 就是我们彼此尊重 谁也不欠谁 但依然维持良好关系的这样一种模式 去去去去 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去把它给比下去 我有点期待我说 哎呀要是能这样的话 那我印象跳也给正 但是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就是你们整场比赛 从一开始到最后 你们的点是没有逐渐的深入的 从比赛的一开始到比赛的最后 你们的点始终是意义观之的 就是这条东西 那反方在我看来就是说 它会有让我觉得比你们的点更加亮眼的一些 让我觉得尔夫一心的一些东西 这个会让我觉得我印象跳去给到 这个反方是我相对能接受的一种选择 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 我也希望就是说 不管是哪一支队伍最后 胜出 理解和聆听对方合理善意的那种意思 是非常重要的 恶意归纳在评委这里 能不能得到接受 是不太确定的 1993年蒋老师就在回来写那个 这个辩论台下文章的时候 就说辩论 当时打国际辩论 辩论赛 这个以学心听 以公信念 抱着学习的心态去聆听对方的论点 会比抱着对立的心态去聆听对方的论点 会知道不同的东西 也有利于你后续去和那个真正的对方打比赛 而不适合你想象当中的对方去打比赛 我觉得这是我要评价和建议的部分 我先教大家我看印象调的 標准就是看双方的价格到最后 谁胜的多一点 然后我就把印象调投给那一方 这段时间很清楚说 我们今天第一个论点最重要的表达是 我们会换位思考 我们会打成同时 然后论片的同时 然后第二个要论我们说 我们会慎罚自己 然后做到自我这样的时间 但你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只有在 你有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是彼此开心 然后大家做同样的事情才比较有意义 这是你们要表达的 我只要给我的接受 反正呢 一开始表达说话 你只有做自己才能维持你的本性 可以做到属于真正你的自己 你不会迷失自己 然后第二个用点呢 是一开始我还 我怎么能理解的 是你告诉我说 我能够找到问题 这个找到问题能理解 但是我能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在你的论述底下 你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 是论述的 没有很齐全的 因为你不过是讲他的 不叫解决问题 他的叫做拖缓问题 可是我的呢 是叫做 不会失去自我 但是为什么不会失去自我 就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你的 你的那个架构的论述本身 是齐全的 OK 这是一开始 双方给到我的印象 多多就开始交通啦 双方开始吵 对于第一个你想说维持本心 这边给予你的回应是 这样子维持本心都好 你会带来矛盾啊 等等的问题 而这边你们给予这个矛盾呢 给了另外一个 我一开始也是没办法理解的东西 就是矛盾不会出现的 因为只要我做自己 你做自己 我就会突然尊重你去做自己 所以我就不会矛盾 其实这边你们是跳跃是认真的 你没有告诉我 你做自己他做自己 我就会允许他做自己 可是你们没有做出来 我会跑过啦 给双方都会做自己 可是当作认出我 我真的觉得欠缺 我希望听到多一点解释是 为什么 在我自己要去做父母的时候 我会也让你做自己 第二题讲的是 大家互相做自己 可是不是讲说 互相会让对方去做自己 这个让对方做自己 是不是迁就的表现呢 这个是我疑惑的地方 可是这边没有反驳 那我就当成是 是对的 OK 在这场上是对的 可是 打到去自由片的时候 对于那个 计划矛盾 我觉得这边有成功 刻画给我知道说 当双方都不让的时候 坚持不下的时候 这个矛盾怎么办 这边是我最后 我能够接受到的地方 所以对于这个 你说 不可以带来矛盾 维持本质 这个论证 我觉得是有被削弱到的 这是我最后提到的 那么 对于反方这边 达成共识这一块呢 我觉得双方 在进入自由片之前 给到我的画面是这样子 双方都 爱情 然后两种价值观 两种态度 一个是浅究 一个是做自己 可是不管浅究还是做自己都好呢 双方都会把问题说出来 就是 你们一下子达成共识 双方都会把问题说出来 然后说出来的问题过后呢 很厉害了 双方都会要解决问题 这是双方多多共识 可是解决问题呢 有两种层面 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是 你说 你会放弃原则 然后你会保持原则 然后你说 误会我们不会放弃原则 我们不会保持原则 这样子是会放弃原则 还是会保持原则呢 我没有听到 所以这个 放弃还是坚持打平 那我就往下再看 双方能不能对这个 讲到更深入一点 这边讲说 你依然 你没有放弃原则 你改变了你的所谓的主观立场 那不过是一个 做自己带来的 商讨的结局 可是 你这里出了一个新的 是什么叫做主观立场 那个打拳的原则 因为打一辈子变成只打一年 这样 打一辈子 为什么 为什么叫做原则 变成打一年 叫做主观立场 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原则的概念 这也是我心中很多问号的地方 为什么 打拳叫做原则 打拳打一辈子 不叫原则 叫做立场 这个 我觉得我是期待 这个更多的指示 然后 这边对于说 所谓能够达成公司 最后是因为 我们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而对于降低自己的标准 这一方的解释 我觉得是相对完整的 对于你们的一个 这么会突然跳跃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论点 他们稍微得正 而对于 最后去到截变 我的决选 是到截变才判下来的 那就是 双方截变 把自己的立场 都没有降低他们 而我觉得 这一方 因为你们一直 就是你们有很多概念在里面 导致你们没有 聆听到 其实正方他们 从主边开始 甚至到截变 都有偷偷地告诉你说 其实 爱情本身就是要 双方 陪着对方做一些事情 这样才是有意思的 不然你各做个人 不是很独独吗 你各做个人 还有意思吗 所以 到最后截变 正方能够把它圆回来 说爱情本身 就是要小黄陪对手的 陪对手的 陪对对方 而且 他们比较能远到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 印象跳 他们给 就这样子 陪的印象跳 反方这里 其实 两个训程都讲得很清楚 你们东西有很多 你们是场次性切割 你们用不同的字眼 我们的频道 你们用银人 你们用接受 你们用合作 用私益 用协商 要切得是对的,用的字眼太洁净前究的字眼,所以造成我们会疑惑。 而且这些东西本身出现在你的私讯,但你们的成稿当中,最少我听到了,比较少。 通常你们都在反驳他们的东西,我们在意解释你自己的东西。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东西是需要花时间去解释。 你可以用解释的方法,用分数,用例子,这样的方法。 好像你要讲原则,这是我的原则,然后上面有很多原则延伸出来的标准不同。 这东西对于每个人来讲是很新鲜的东西。 所以比如说一个叫主观立场的原则体现,你又用新的词。 你一个场里面你用太多的新词,到时候你要解释就很吃力。 我们听了,哎,记录,下一个有没有讲。 因为你们看你们是咨询是,你要咨询你要到下一个讲, 你咨询要到下一个讲,这样子的东西。 你们就反常有这个有这个优势在。 当你讲的时候,我们就听,哎,有新的东西。 就是下一个能解释,我们听,下一个能解释,我们听。 下一个来,没有解释,准备了。 当你要用的时候就吃力了,因为它就很劲强。 它跟养活动,之前就协商,好像听起来有些请就。 就这样子跟你一起吃,就继续弄下去。 所以你很快就粘了多东西,你又给它拿掉。 它很简单的拿掉。 然后你们这里,至于那个所谓化解冲突, 就是你们就,你们这里没有提到这一点。 准备没有提到。 所谓化解冲突本身,他们这里就主打了。 但是你们这里就,你们,就在那边。 你们那个理论那边太多,太多东西。 你要用哪一个来化解冲突? 你已经讲,我保持我原则,改变我标准,叫化解冲突。 他就问你,那你改进标准,不叫迁就,你很难去挤之。 好像我们那个圈光的,原本打一辈子,变成打一年。 这个叫迁就,还是做自己。 如果你,很多时候你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要,你要用回你自己的事业,你就自己用。 如果你重复用回变体的事业,做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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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就用自己,就可以空了。 这样子的意思给你们。 所以,通过协商,我选择做回我自己,我打一年。 我选择保持我的原则,我去打一年。 他就很难去,他就有一点难度去挑战你们所谓的原则。 我们还没有办法给你去混乱这个东西。 所以到最后,到最后的结变的时候,也是还复过Clear。 而且自由变当中, 对,自由变当中,所以他们在这里配套。 你们在这里来收。 这种混证所谓的包袱,真的是有点多。 我们从未被我们知道。 所以你们要很快。 最好就是有粒子。 因为你一看整场下来,我们你的例子是什么? 不是他们的例子。 权王,还有, 假暴是你们这里的例子。 假暴,但是假暴体现不出你所谓的原则。 体现给我们法人的事就是, 一方钱就用,一方做自己。 因为做自己好像很快。 但是这是你们主动提出来的。 所以, 下次就记得, 用粒子要选好了。 当整场比赛停下来, 其实, 感应性的东西, stable性的东西, 大家都记不得清楚。 但是我们就会用粒子来拎回去。 谁的粒子比较贴切, 我们就很快就拎回去, 我们的stable的东西。 他们用任道华, 他老婆不知道是谁。 因为黑黑一个饭饭。 他老人不不不不不得。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 这种东西, 我们很容易就知道, 诶, 这样子叫迁就, 这样子叫迁就, 我们很容易就用粒子。 所以, 你们自己下次就要选择, 用比较贴切的题詞, 让我们可以了解。 因为讲真的一点, 三分钟念导, 上来又要反驳, 又要人家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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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反方, 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地方, 是有有识, 全身都没有拿出来用的。 第一个, 我觉得不处好的有识, 是长度跟幸福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二边那边自学什么, 还是二边论书是有几个, 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要多打这个东西呢? 告诉对方说, 你能够不断签就签就签, 就是长度不是要重点啊。 你要幸福啊。 然后你这个长度跟幸福, 后来延伸下一个, 你要为自己变美, 还是为了对方变美。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只有做自己, 才会是主动的想要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这样子你们的爱情才会更幸福。 反正不断的签就对方, 你内心都不想变美, 就是因为对方要美, 而你才去变美。 变了美之后, 对方还嫌你不美, 你就会怪人, 然后你不开心。 我觉得你这些点, 是可以很少打的。 然后, 往下一个东西, 你是, 你有提到一句话, 只有当本质变了, 那才是前就的表现。 我觉得你不要去这么多词, 不要用本质原则, 你要用原则, 你要用本质。 当你扣怎么简单, 就讲原则变了才是前就, 这样解释给我多一点。 为什么当原则变才是前就? 什么叫原则变化了, 那么我们才成为原则变? 你扣门那种四年变一年, 两年变三年的, 它其实没有什么白, 它是形式上的表现方式不同的。 然后有一句话, 有一个, 算是你们底下有的概念吧, 然后, 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 不是比较大方的。 不算帮我重新危险, 可能是一个可以用的东西。 你们能够接受适度的浅述, 但是最重要是要做自己, 这样才能达到初衷。 如果这句话是女朋友的故事的话, 那你为何要先跟他抢, 说什么, 抢说什么, 讨论这些叫做做自己呢? 他最后让他, 讨论出来的结局, 这是前就有结局, 但重点是什么? 原则不裂。 你就不用跟他抢这样多啊, 全部让他就好啊, 反正打得更轻松, 你就只要抓紧说我。 最重要的答案就是, 我的原则不要变。 我只要让我的原则, 我要打钱就是要打钱, 你要我, 你要我照顾家我就要照顾家, 这是双方的原则。 然后在这个原则底下, 我们不想迁就啊, 但只有在你做自己的情况下, 你才能让这一个初衷表现出来。 可是当你彻底的只有迁就, 而你没有做自己的话, 你会连这个原则也不让掉。 所以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做自己为先, 迁就不过是一个辅助我做自己的工具, 因为你给他多一些这样的定位, 可能会方便你的整个路数嘛, 你就会更加清楚了, 补充。 补充量。 各位正反方, 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论点, 所以评委给你们的建议和补充, 你们不一定能够用, 因为不一定跟你们原本的框架和设计是相容的, 所以我们评委很多时候给你们的建议, 其实多多少少帮你们开开脑洞, 帮你们有, 会不会有一点别的思路, 可以在不打比赛的时候想一想, 或者在今后打比赛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这样一条路, 我给正反方各一条其他的思路, 因为爱情题都比较相同, 我在上海准备的时候, 其实都有多多少设备到, 给正反方各一个建议, 先给正方, 就是你们这一方是迁就, 当时我曾经考虑过这样的一个角度, 你们看看是不是也是可以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讲法, 是说, 就因为我们每个人感受爱和表达爱的方法是不同的, 因此做自己是什么呢? 在爱情当中做自己是什么呢? 是用我习惯的方法去表达爱, 而迁就是什么呢? 是用你能读懂的方式表达爱, 迁就是我用你能读懂你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爱, 而做自己, 前提是彼此爱对方嘛, 那都是爱的表达嘛, 做自己就是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在爱你, 而迁就是你觉得这样是在爱你, 所以我这样做, 那后者似乎更有利于爱的表达和接受, 这是我对正方其实可以选择, 也不一定因为跟你们本身的思路不一样, 但其实就我认为如果我来考虑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方向? 好, 只给正方, 给反方呢, 就是爱更多的事, 就是在爱情当中可以做自己, 当时我考虑最初的一个想法是说, 因为最早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挺喜欢反方这个立场, 因为迁就这个立场很大, 很很很很常规嘛, 这爱情当中当然要迁就可能怎么过, 对不对, 就是反方这个立场我会觉得挺有意思, 激发我去想象, 说做自己这个方怎么去切, 怎么去想, 当时我脑子里面冒出第一个想法是, 你只有做自己, 你才能够向你的另一半, 向别人去展示你被爱的价值, 你如果失去了自己, 为别人改变, 你最多是一个废胎啊, 你没有自己啊, 你被爱的价值在哪里, 只有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是一个有有有自我的人, 真自我的人, 你才值得爱, 那个废胎从来都是被施来管的这个, 换去当这个的, 不会上位的, 那个即便是要找下一个, 也不会找废胎, 也会找下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所以做自己, 让自己保留了一个被爱的价值, 在人海当中, 谁会爱你不知道, 但我要找到那个, 会懂得我的好的那个人, 就我觉得这也是可以, 也可以是一个角度, 能不能讲, 还跟今天你们的论点不一样, 只是我当时在考试这个题目的时候, 可以选择的一个角度而已, 就给政策传统方各一个这样的思路。 在想当中的想法就会拒絕下, 我們在绘岛当然能夹起来的时候, 我们在绘岛上有一个大小的串门, 我们在绘岛上有一个大小的面称, 那我们是想要多的事情吧, 跟政策传统方的面称帆思想要的这个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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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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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